根据路透社报道 当地时间9月4号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宣布 谷歌公司因在YouTube视频服务上 非法收集儿童个人信息而遭到指控 谷歌公司因此也被罚款1.7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12.14亿元 据介绍 谷歌公司在未获得儿童监护人 同意的情况下 通过其YouTube软件中的儿童视频频道 非法收集儿童观众的个人信息 并利用这些个人信息 推送儿童商品的广告 1998年 美国出台法案 禁止收集13岁以下儿童的个人信息 2013年 这一法案又被加以完善 禁止利用互联网平台 收集儿童隐私信息 此次谷歌公司被处以1.7亿美元罚款 也是自该法案出台后 罚款金额最高的一次 据多家媒体报道 谷歌公司利用YouTube 在儿童群体中的受欢迎程度 向以美太玩具公司为代表的企业 推销自己 并宣称 YouTube平台拥有大量6到11岁儿童观众 其人数可以与电视频道抗衡 纽约司法部门官员 指责谷歌公司滥用权力 非法收集儿童个人信息 向儿童观众推送广告 并从中获益 谷歌被处以重罚的判决结果 还引发了美国一些政界人士的不满 因为他们认为如此严重的问题 不能一罚了事 以谷歌为首的美国科技业巨头 必须进行制度性改革 避免一而再再而三地侵犯用户隐私 各位您的主人